好,同学们,咱们讲到这儿啊,得先稍微一回顾,然后再往后讲啊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讲了圆柱的表面积和圆柱的体积公式 来一起回顾一下,关于圆柱的表面积,S表面积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啊,两个底面加上一个侧面积 对吧,底面是个圆,π乘以小二的平方 侧面积是一个长方形,长是周,底面的周长,π乘以地,宽是高线 对吧,就这样记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柱体的体积公式 等于,底面积乘以高线 那对于圆柱而言,底面变成了一个圆,那就是π乘以小二的平方 高线还是高线,是这样的吧,先把基本的公式背熟了啊 好了,一旦有了基本的公式啊,咱们来看我们的题目 第四,把一个底面半径为十分米的圆柱体 切成两个同样大小的圆柱,表面积增加了多少 我先问大家,它在切的时候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的 横着切竖着切的 哎,你不能竖着切啊,你竖着切的话,是不是就不叫圆柱了 所以它只能是横着切,那横着切的话,增加的面是什么 哎,是个圆,几个圆 你把它切开,上面一个圆,下面一个圆 所以增加的是两个圆,对吧 那出来了 半径是十分米 π乘以十的平方乘以二 对吧 嗯,把数带进去 三二一四 乘以200 628 平方分米 就出来了 那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说圆柱形的玻璃容器的底面直径 注意啊,这个是直径 把一块铁块从这个容器当中的水中取出 水面下降两厘米 那么问你,这个铁块的体积是多少 这里边用到了什么 转化思想 水面为什么下降 因为铁块被取出了 所以你铁块的体积是不是就应该等于你水面下降的体积啊 对吧 水面下降的包扎 两厘米 这个从上往下下降的这一块 正好也是一个圆柱啊 π乘以 这么一看好 那个半径是五 π乘以高线二 π乘以50 对吧 π等于啊 3.14 乘以50 嗯 呃,那这个球材应该是啊 157 立方厘米 是不是出来我们的答案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立体第四题啊 立体第四题 第一个 借助于草图找到增加的是两个面 第二个 我们通过转换思想 铁块的体积就等于水面下降的体积 利用水面下降是不是求出铁块的体积来 好 这是这两个啊 那么咱们圆柱呢就讲到这儿了 事实上我觉得圆柱的体积公式呢也并不算难 接下来咱们说说圆锥 呃 之前说圆锥是通过直角三角形旋转得到的 是吧 有同学一直想象不出来啊 所以呢老师在这里给你做了一个动图 你可以看看它的旋转 哎 围绕着这条线 这个线其实就是什么 哎 中心这个线就是圆柱的高线 对吧 好 对于圆锥 我有时候来看圆锥啊 圆锥的体积等于底面积层高 那么圆柱的体积等于什么呢 哎 圆柱的体积咱们在小学阶段不做推导 你只要记住就行了 圆锥的体积就等于 相应柱体的三分之一 啊 什么叫相应柱体啊 微锥等于微柱的三分之一啊 什么叫相应柱体呢 指的就是啊 等底等高 说白了 肯定是不是有一个圆柱能够刚好套住这个圆锥啊 是这样的吧 那么这个圆锥呢 就等于刚好套入它的这个圆柱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要真的再写一下的话 那微锥等于三分之一 微柱 那它的体积公式就应该等于三分之一乘以啊 π半径的平方乘以h 对吧 不过我觉得啊 你只要记住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啊 好吧 好了 这是圆锥的体积公式 咱们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用一用这个圆锥的体积公式 那一起来看给大家准备的题目 看这儿 工地上有一堆沙子 近似于一个圆锥 如下图 这堆沙子的体积大约是多少 如果每立方米沙子重1.5吨 那么这堆沙子大约重多少吨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想求体积 直接套公式 想求重量 体积乘以每立方厘米的重量 是不是也出来了 你先算算吧 看看你算那个数能不能算对 按三平啊 出来了吗 一起看一看啊 先求体积 V追 你就记住啊 圆锥跟圆柱就差个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上来也应该把半径确认下来 半径是二 π乘以2的平方 乘以h是1.2 最后别忘了有个三分之一 那就变成了π乘以4 再乘以1约 0.4 那就变成了3.14 乘以1.6 我看一下我算的这个数啊 3.14 3.14 乘以1.6 等于5.024 立方厘米 输出来了 好了 一旦它的提出来了 你要想求它的重量就是一个小数的乘法 每立方厘米1.5吨 乘以5.024 算出来的结果 看一下我算的 乘以1.5 我算的是7.536 那么它这个地方呢 要求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你就写7.54吨 这就可以了 这样了吧 好了 朋友们 那这样的话 咱们 这道 用用题 是不是也就做完了 OK 那这道题用用题做完了 你不要开心的太早啊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点 小小的练习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立题的第五题 判断题 现在圆柱跟圆锥都出现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圆柱的体积 比它等比等高的圆锥的体积 大二倍 这个对吗 这个没问题 圆锥是它的三分之一 那它比它 是不是就是三比一的关系 那可不大二倍 怎么着 第二个 一个圆柱的底面半径和高 都扩大三倍 那么体积扩大了九倍 对吗 对不对 你最好还是列个算式 看一看 开始的 V柱 太乘以小二的平方 乘以H 后来的V柱 底面半径跟高度 扩大三倍 这变成三小二的平方 乘以3H 对吧 当你把这个平方打开的时候 就变成了三倍的小二 乘以三倍的小二 那所以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三三就得九 再加上这个三 就变成27了 所以啊 所以不是扩大了九倍 是扩大了27倍 对吧 这个是不对的 好 看第三个 一个圆柱的体积 是一个圆锥体积的三倍 那么他们一定等级等高 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也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因母说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是等级等高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三倍的关系啊 对吧 但是是不是说 你有三倍的关系 就一定等级等高呢 这个不一定 为什么 就如同 如果 我说 张三 是我爸爸 那我们得到结论就是 他的年龄 比我的 一定要大 但反过来 不一定成立啊 我说 张三年龄比我大 所以张三是我爸爸 这个不对 是这个道理吧 好了 那关于这个判断题呢 咱们就先说到这吧 personaje 这个判断题 bies 一 所以 戴 。 你